中清會人員點燃火苗 合力將水燈頭推入海面 一旁民眾高聲吶喊 水燈瞬間燃起 冒出燕紅火光 鞭炮聲四起十分熱鬧 各中清會一家接著一家 陸續釋放水燈 水燈越燒越旺 趴著作響 逐漸被橘黃色烈焰吞噬 一團一團的火球 在海上隨波晃蕩 場面好壯觀 現場還放起 長達兩百六十秒的煙火 將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基隆中原祭 是台灣十二大地方節慶之一 最吸睛的放水燈習俗 是為了替水上的孤魂照明道路 指引他們來到陸地 接受人間普度 水燈頭飄得越遠 代表運氣越興旺 睽違兩年 基隆中原祭的重頭戲 放水燈頭一事 疫情後首度開放 海邊擠滿了上千位民眾 要一睹這場盛大的民俗活動 希望水燈能飄得遠遠的 保佑國泰民安 記者注定 吳依萱 基隆採訪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很開啟小鈴鐺喔